2号泰国开泰银行在泰国曼谷开泰帕凤域大厦 举行了区域银行清算计划的记者招待会 根据2017年的经营规划 开泰银行拟利用数字技术拓展跨境支付渠道 拓展服务覆盖面 制定了区域银行间清算中心的目标 并且交易的处理速度也将大幅提高 开泰银行执行副总裁胡锦通在发布会上指出 目前东盟加三区域各国间的贸易 大多人采用美元英镑和欧元等主要国际性货币进行结算 但近年来东盟各国政府部门制定了鼓励在跨境贸易中 使用本地货币的政策 此外开泰银行执行副总裁希拉瓦补充说 使用当地货币可以更多仅使用本地货币交易的企业进行交易 使得企业在本区域寻找贸易伙伴时获得更多的选择 因此东盟加三货币结算服务将给本区域从事跨境贸易的企业 带来更多效益和便利 或开泰手机银行的应用软件办理国际汇款业务 客户还可指定将款项直接汇入在减债问银行的账户等 是提供本区域客户获得更加精准便捷安全服务的一个更完善的平台 东盟卫视MTV里莉莉伊萨拉泰国曼谷报道